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Brian Huang 我是PokerStars.net的一个T Major Pro 我是从新加坡来 今年二十四岁 我在PokerStars网上玩的 nickname是Brastal B-R-A-S-S-T-A-R 其实我开始玩Poker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进大学 所以我在大学的三年半之内呢 其实读了很少 就是上了很少课 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去玩牌 可是幸亏我还是 成绩还是挺好的 然后我就graduate 其实我是从online的website 他们就是给free bonus 就是像你来试试看玩 所以我开始玩的时候呢 就输钱了 然后就看 其实这个game 不只是靠运气 也是要靠技巧 我就开始去玩了多一点 玩了玩了 然后就开始赢的时候 就玩得不停了到现在了 为什么我会觉得我能变成professional呢 是因为这四年来我一边读书一边玩 我算成功因为我能用我赢的钱去消费college fee 还有帮我的parents买车 还有帮他们付家 也就是东西 所以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职业吧 偷偷他们就觉得是一个gambling 他们会一直问我 为什么会一直在读 为什么会一直在读 因为他们有一次看过我 在玩 在网上打 30多个小时 他们从做工回家看到我打 睡觉起来我还在打 然后看我 哇你在干嘛 不要再玩了吧 可是自从他们看到我 就是交我自己的学校费 还有帮他们买车 还有帮家里很多东西 还有也是上了电视好几次 就是打比赛的时候 做final table那些东西 他们就明白这个game只是一个需要有skill 所以现在我爸爸都经常来澳门打 我爸爸现在打得很好啊 他有赢过一个Macau Cup的event 所以现在我们家里有两个trophy了 说我们Chinese来说吧 赌博是一个很sensitive的issue 所以他们已经明白这个是一个game of skill 他们经常上网去看别人在打 他们很喜欢这个game 所以我相信如果多一点人去expose 去这种poker media的话 他们也是会开始明白 他们很支持我 我没有家庭的支持 我很难去成为一个professional poker player Poker是学不完的 我是当然是希望我是可以成为最好的 可是那个是很难得到 我只是能一直继续努力继续地玩 希望我能赢一个很大的比赛 比如说APPT还是EPT 还是World Series 虽然我得了很多那种final table 可是我还没有真正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title 所以我是希望我就是能拿到那个title 以后看有什么plan吧 有可能做生意还是回去打工 可是最重要是 我知道我永远会玩的 比如说我是Bill Gates我也会玩的 因为我很喜欢玩这个game 很像Bill Gates很喜欢玩Bridge 他那么有钱 他...he's playing the game for fun 我也是希望我以后能这样子 so be it for professional or for leisure 我还是会继续玩poker的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